到这个程度 我们的本能恢复了两种 一个天眼 一个天耳 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有没有证得 小臣粗骨 大臣的粗行为 证得之后呢 我们在这房间 这房间外面有人 我能看得见 这墙壁没有障碍 我在楼上 楼下几层 我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天眼 天眼得到了 天耳得到了 人家说话 说悄悄话 很远的距离 我听得很清楚 就是天眼天耳得到了 这小臣粗骨 小臣二骨 就又多了两个能力 这都是本能 我们今天迷失自信 本能失掉了 真正依照佛陀教会去修 本能会恢复 本能会恢复 二国有他心痛 有虚命痛 虚命痛 知道自己过去 过去一世 过去二世 过去三世 都知道 他心痛 别人齐心动念 你知道 别人心里想什么 你都知道 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这些 在中国国内 成为特异功能 其实是本能 本能 由 生下来就带来了 他就由 由自己修成的 那么从佛门 依照佛的方法去修行 可以修得到 可以得到 但是不必专修神童 专修神童 毫无意义 要修戒定会 到某一个程度 你自然就 痛就发出来了 作为附带的 不作为正式的 正式在戒定会上 下功夫 这个非常重要